每一個小便宜都吃得真真有味 我們就有一個做感情吃的飲食 想要替這個社會進一份心理 就請中療向來 家見較不好的小便宜來吃飯 希望他們可以用功讀足 將來可以有好的發展 那我們中療鄉只有四個小時 那我們希望說 在中療鄉 在中療三個的這些小朋友 那他們比較家境 比較清寒的 能夠說 我們來進一份在地的企業的一點責任 那我們希望說 請他們能夠來享用我們這邊的餐點 夏生市的車站的小便宜吃飯 是因為他在年輕人時 也在手壓最擴充 但是因為他的肩膩 現在也有自己的手壓 希望將這個精神傳達給小便宜 在十年前 我也是因為我的生意失敗 那時候也負債千萬 然後一直到三年前 我才把你負債全部都還清了 那在這些過程裡面 我是從一攤看這攤開始做起 然後呢 也擺路邊攤也擺過菜市場 然後呢就這樣子 那經過這一段的過程之後呢 現在稍微有一點成就 那我想說 結果這樣的機會呢 跟各位小朋友分享 我們只要認真努力 我們一定會成功 我們有發脊 餐廳裡面的完工 為了要向他們這個活動 也從主來買禮物 送給小便宜 好好也有準備感謝政 要來感謝他們 對小便宜的好 那謝謝各地富兒市餐廳 提供我們鄉內的小朋友 這樣一個機會 那這個都是鼓勵鄉內 一些小朋友 能夠更認真更棒 那也感謝我們富兒市餐廳的很多 人風也共將盛舉 大家一起來享受這個活動 那也是一個 讓小朋友一個社會學習的排幕 老生師除了請小便宜吃飯 他還要帶他們 參觀他的工場 要讓小便宜知道 那樣只要欠努力 一定都有成功的機會 記得五位賣 彩鳳報道